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猎王记下》第22天 《猎王记下》16章1至20节 犹大王亚哈斯 利玛丽的儿子比加17年 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 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 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 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 使他的儿子惊火 并在秋潭上 山岗上各清脆树下献祭烧香 亚兰王立逊和以色列王 利玛丽的儿子比加上来 攻打耶路撒冷 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 当时亚兰王立逊 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 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 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 住在那里直到今日 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 亚兰王提格拉皮烈色 说我是你的仆人 你的儿子 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 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 亚哈斯将耶和华店里 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 都送给亚兰王为礼物 亚兰王应允了他 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 将成功取杀了利逊 把居民掳到吉尔 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 去迎接亚兰王提格拉皮烈色 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 就照坛的规模样式 做法画了图样 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 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 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 在亚哈斯王没有从 大马士革回来之先 建筑一座坛 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 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 烧梵祭 宿祭 交殿祭 将平安祭生的血 洒在坛上 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 从耶和华殿和星坛的中间 搬到星坛的北边 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 早晨的凡祭 晚上的素祭 王的凡祭 素祭 国内众名的凡祭 素祭 殿祭 都要烧在大坛上 凡祭生和平安祭生的血 也要撒在这坛上 只是同坛 我要用意求问耶和华 几时乌利亚就照着 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 亚哈斯王打掉盆座 四面镶着的星坚 把盆从座上挪下来 又将铜海 从铜海的铜牛上搬下来 放在铺石地 又因亚述王的缘故 将耶和华殿 为安息日所盖的狼子和王 从外入殿的狼子挪移 围绕耶和华的殿 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 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 亚哈斯与他猎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他猎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西西加 接续他作王 经文中并没有透露 任何蛛丝马迹 使我们比较容易明白 为什么随着两位明君之后 居然生出了亚哈斯 这样的不孝之子 不过 研究圣经的人指出 经文省略了 亚哈斯母亲的名字 这对犹大国的君王而言 并非寻常之事 但不能确定这一点 是否关系着亚哈斯 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 所行可憎的事 无论如何 以亚哈斯的所作所为 犹大诸王中也只有对马拿西的评语 比他更差了 在信仰上 亚哈斯不但引进了巴力崇拜 而且效法迦南的恶俗 将儿子献为伙计 煞时间 秋坛 山岗 清脆树下 都变成了异教崇拜的据点 有有甚之 亚哈斯更引进大马色的祭坛 替代了圣殿里原有的祭坛 公然亵渎耶和华信仰 或许是为了收集上贡给亚树的金属 所以他改变了圣殿的陈设 将装饰用的金属都拆卸下来 也将洗浊盆坐上镶着的心子 以及驮着铜海的铜牛都取了下来 观察亚哈斯的所为 显然耶和华上帝对他而言 不再是独一的上帝 而只是众神之一 当然更不如亚树帝王来得重要了 亚哈斯既然在信仰上 采取八面玲珑的投机策略 当然不会单单依靠上帝 去处理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困境了 然而他认贼做父 所投靠的亚树强权 不但没有上帝的慈悲怜悯 反而是侵略强夺的国际流氓 所以从乌西亚王已降 数十年努力经营而来的强盛国力 与丰盈国库 就在短短几年之间 完全幻化成为昨日烟花 有不少近代的世经学者认为 亚哈斯并不邪恶 只是懦弱 虽然并没有足够的经文证据 支持这样的见解 不过换个角度看 我们若认同了亚哈斯的懦弱 是否就必须接受 他有需要找到一个足以对付 亚兰以色列联盟之依靠的理由呢 然而当诗人软弱恐惧之时 岂不是祷告说 耶和华啊 求你可怜我 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啊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战 其实 事实的真相就是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而保罗的经历也是 神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懦弱非但不能成为 我们不依靠神的借口 反而应该成为我们 全然靠主的理由 不是吗 亲爱的天父 我承认自己是软弱的 求你帮助我 紧紧依靠你 求你除去我一切不幸 不专一跟随你的借口 阿们 导读神的话 诗篇六章二节 耶和华啊 求你可怜我 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啊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战 亲爱的阿爸父 真的是求你来垂怜我们 求你来帮助我们 医治我们那些 病入膏肓的症状 因我是软弱的人 受造之物 怎能向神夸口什么呢 我们不过是尘土 不过有一口气 我们会软弱跌倒 为着属世的事情 感到不安 愤怒 伤心 绝望 主啊 你知道我们总是 不自主地跌倒 对事情有负面的想法 但是我也相信 阿爸父 你必会帮助我 扶住我 并且陪伴我 在人生的道路上 走回正路 求你顾念我的一切 保守看顾我的心思意念 让我能够战胜内心的黑暗 谢谢耶稣 我将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